大家好,欢迎来到慕容繁星这个频道 我是慕言,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头 今天我们来聊聊禅修与创造力 如何激发创造力和灵感 禅修是一种古老的实践方法 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提升穿着力和自共力 也能激发创造力和灵感 在这部影片中 我们将探讨禅修如何帮助我们激发创造力和灵感 首先,让我们看看创造力是什么 创造力是指能够产生新的想法 观念、产品或服务的能力 它是一种灵感和想象力的表现 它需要一个安静的思考环境和一个开放的心态 当我们进行禅修时 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经验上 并学习在不同的感官刺激下保持冷静和专注 这有助于我们放松身心 减少焦虑和压力 并使我们更容易获得新的灵感和创业 此外,产修也有助于我们培养一个开放的心态 当我们进入冥想状态时 我们不再受到负面情绪和想法的干扰 我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 这有助于我们接受新的想法和观念 并开始将它们转化为创意和灵感 此外,产修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心态 透过产修 我们可以学习接受并放下过去的失败和经验 并以全新的方式来看待它们 这有助于我们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不断寻求新的创意和灵感 总的来说,产修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激发创造力和灵感 它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 减少焦虑和压力 并建立一个开放的心态 通过产修 我们可以开始将新的想法和观念转化为创意和灵感 并建立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心态 就会有新的创意及灵感 除了以上提到的技巧 产修也有助于创造力和灵感的产生 当你在冥想中 你的大脑处于放松状态 你可以开始感受到自己的内在世界 进而激发灵感 有时候 最好的创意来源就是来自于内在的思维和感觉 另外 产修也可以帮助你培养集中注意力的能力 这是创造力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 当你能够集中注意力 你会更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进而产生创意 最后 产修还能够帮助你认识自己的内在 这也是创造力和灵感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 通过产修 你能够学会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和思维模式 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内在资源 进而激发更多的创意和灵感 总结起来 产修对于激发创造力和灵感有着很大的帮助 通过冥想 放松 集中注意力 以及认识自己的内在 你能够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内在资源 进而产生更多的创意和灵感 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更有创意的人 那么 产修是一个非常值得尝试的方式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对于这类的影片 有任何感想和建议 欢迎在底下留言探讨 也欢迎订阅本频道 慕言会不定时更新内容 我们下次见